各位观众再见 我要去当兵了 那么接下来这支影片呢 就是我在16号到18号的记录 就是进去前这三天的记录 来让我们先回到16号吧 好拉,没有错拉 我去这里是干啥叻 我刚才就是去这里 插笔子 为什么要插笔子呢 等一下才跟你们讲 插笔子是怎样的 就是我一开始你去到它是在一个外面的 它在一个外面的 然后你就去给它你的那个 然后它就会粘一个东西 然后给钱大概插笔子是160多 可能有些地方是200多这样子 我们可能选到比较便宜的 然后我给了那个钱 你就写你的名字你的地址 然后它就会给你一罐东西 那罐东西呢 你就拿去给另外一边穿住那个护士服的人 然后他就会叫你去一个小房间里面 他就我帮你拿那个棉花棒 让你的笔子这样子弄弄弄弄 弄两边两次转三到五次这样子 然后他弄我的时候我是这样的 我是这样的咧 就是哦 你懂那个感觉吗 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吃吃又辣辣 你又很抗拒这样 然后我第一次这样子哦 他就讲 啊乖 然后我就重来多一次 因为我跟他这样子 然后我就 他就插插 插笔子就是很痛很抗拒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麻麻辣辣的这样 不懂怎样跟你们形容啊 然后插完了 就 阿去我就一直阿去我 不懂我怎么插啊 阿去我 然后阿去我就叫 快点护士服 然后就快点带完我的口罩面罩那些哦 然后就讲 可以巴勒了 OK巴勒巴勒就回家了 然后就明天去拿报告 好啦 给你们三秒猜 什么要插笔子 什么又要抗拒那些 其实就是 我是新加坡PR 我要去当运 然后要住酒店隔离 所以就要插笔子那些咯 然后 嗯 其实我本来三月多 或者六月九月就要进去了 可是 就是一直延迟一直拖 拖到现在十月才进去 然后本来还可以再拖到十二月一月的 可是我就讲 一定拖够久了 还是快点进去 顺便体验一下 一个人住酒店那些是怎样的 然后带你们去看 昨天 买的那些东西 啊 这个昨天买的书包 就是要背进去新加坡的 然后还有鞋子啊 那些咯 其实咯 这样子一个人进去 我也是有一点怕的 我怕两个东西 然后我怕这两个东西咯 就导致我之前咯 又掉头发 又抱瘦那些 听他们讲是压力来的 因为那段时间咯 他们就一直讲我变瘦 然后又讲咯 什么有压力什么 然后我就讲 应该是我怕这两个东西咯 啊 我怕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 酒店有鬼 第二个就是 兵灵有鬼 可能就是我之前小时候啊 他们给我看那个什么 阿兵正传啊 鬼也笑啊 他们就去那个森林 然后有那个东西 然后他们当兵那些 所以咯 我就怕了然后怕了 我就包收 就每天想这样子咯 可是现在没有了 那个是之前 四五月的时候 因为我讲过嘛 我三月的时候 然后原本叫我进去了 然后就拖到六月 然后六月本来叫我进去 又拖到九月十月 这样子 所以就是一开始咯 我会一次在那边想 蛤 等下有鬼那些这样 所以咯 就是这样 不过现在应该还好了啦 他都已经可以给我延时间了 可是我都觉得 可以了不要再延了 因为感觉已经延够久了 晚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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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做个点缀 就变成了我最喜欢的面粉糕 第一个品尝的人 吃看第一次做的面粉糕 好吃 好吃很大 晚餐过后 收行李 对了没有错 昨天擦完壁纸回来后 晚上我的妈妈就煮一个 我很喜欢吃每次叫她煮 但是她又没有煮过的食物 面粉糕 米粉粿 昨天就是我妈妈第一次煮面粉糕给我们去 然后吃完后呢 我们就收行李 然后收行李收到十二点多一点 然后就到今天 今天就是我进去前的一天 明天早上我就进去了 然后今天我妈妈有做工 所以她就想带我去她那里看一下她做工 毕竟我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过她做工 所以呢我等一下就会去跟我妈妈做工 然后过后再看可以不可以拍一套东西 可以拍就拍给你们看 可以拍就拍给你们看 What 蛤 蛤 eff 对 属于大ут的 优优独播剧场——属于大江 好的 那么我来总结今天的行程给大家看 今天10月17号,我进去前的前一天,12点多呢,我去和我妈妈出去,我和她出门呢,就是去看她做工怎样的,因为她其实有时有帮人家做工,然后我没有看过她做工嘛,因为进去之前不是去看她做工啊,她做工呢,是在一个神料店做工,然后呢,她就是排水果啊,然后那些包糕啊,什么精子啊,就是她的做工在神料店,然后做到一半呢,就两点了,可以拿我昨天燕碧子的包糕了,然后呢,我小时候的保姆的女儿就有载我去拿,然后去拿回来过后呢,又回来我妈妈做工的店,她帮我安排了在她店隔壁洗脸,因为她讲,我要进去了, 好像又还没有习惯,给我体验一下洗脸,然后洗脸,然后洗脸呢,首先她就会拿一个东西这样子涂,然后她就碰一个热气给你的脸,她只要给你的毛孔打开,然后碰了热气过后就开始积黑,就很痛的,然后她就跟你敷一层泥,那层泥哦,她就叫你等她凝固,她会硬的就撕,好像你们放江湖在手啊,她硬的就撕这样哦,等那个泥硬,然后就撕泥,过后我又帮你擦干净,然后又敷面膜,然后又擦擦一下,就好了,洗脸就这样快,我以为很怕,没有想到这样快,然后洗好脸了呢,就去 我小时候保姆的家,跟她的女儿,她们聊天,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去那里玩,然后现在明天要进去了,就去跟她们聊天,然后聊天了呢,就去打包罗,打包晚餐给弟弟妹妹他们,然后打包完了,就回来了,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行程,然后拿报告的时候,她还没有讲过东西,就是吼,跟她讲来拿昨天的报告,然后问名字,就给我就可以了,她也没有跟我讲什么东西,她就放两个纸在那边,然后我就等她,看她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讲,结果她没有什么要跟我讲,她看着我,我看着她问她,还有吗,她讲你还有什么,好像很凶, 然后我讲,这下来,她可以走了,啊,可以走了,可以走了,然后我,你把她的报告上车走了,就这样吧,然后我现在是晚上了,明天呢,五点多就要起来,六点多就要出门了,因为八点半之前要到关卡,新加坡关卡,简称GAS DOWN,然后等一下哦,妈妈回来,好像还要再拍一个照片这样,等下有什么东西,再跟你们update一下 现在十二点多,倒数五个小时 要睡了,要睡了,再见,再见,等一下,五点起来 好的,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那下一部影片就是,我会跟你们解说,我进来的时候是怎样的,还有那些报告,那后一部影片就是,Hotel Room Tour,那么那个Hotel Room Tour影片就是,我会跟你们解说,我进来的时候是怎样的,还有那些报告,那后一部影片就是,Hotel Room Tour, 我其实昨天到酒店就剪接好了,你懂这么不要发出来吗,因为我上一部影片哦,是美其生日影片,等下如果下一部影片哦,就直接是Hotel的会很奇怪,所以我就先一步一步来,先发这个,然后下一个发解说怎样进来,最后才发这个剪接好了的Hotel影片,OK,拜拜,记得分享订阅按赞哦,还有关注Instagram 谢谢大家